接觸武術 應該從他拜詠春的師父葉敏 開始講起 後來李小龍自創了節權道 究竟詠春對李小龍的節權道 有沒有一定的啟發呢? 這些多不少都會有 後人評論詠春有句話 起於鹽詠春,顯於梁棧 盛於葉敏,揚明於李小龍 我也有訪問過 李小龍的師兄黃順良師父 不如我們一齊聽聽黃師父 對李小龍有甚麼看法 師父,你就是李小龍的師兄 當時李小龍學詠春是幾歲開始學的 他那時還在拍攝 海菇雄,應該十六七歲 當時你們的師父,葉敏師父 是怎樣收李小龍為徒的? 李小龍,葉敏是這樣的 他教功夫的客人都是介紹的 一個大一個 當日我有一個師弟 這個師弟挺白驗的 小龍也都相當白驗 兩個走過一堆 由他帶他去研文道學 但是有一次他看過我和別人比武 他見到一個這麼小的 和一個這麼大的打 而效果也這麼好 以後他就很勤勵很勤勵 他練得比較任何一個都勤勵 黃師傅,李小龍後來從美國回來 在九龍堂的住宅 就和你研究功夫達十二小時那麼久 其實當時的情形是怎樣的? 當時我和他所談論是他所創的節權道 大家所談的十二小時都是觀點上的問題 當時他的太太Linda和我老婆都在門外 都不讓進來 當然在中間的階段 大家有些爭執的時間 小鬼面大家會起來又試 試完坐下又聊過 聊過又試 我陸陸續續做很多 我始終覺得他教他徒弟的時間 是空白了一個階段 其實練舞好像上樓梯一樣 一級一級上 當然李小龍上到最高的階級 譬如在他階段到最高的階級 而在中間沒有了幾級 他很難能夠帶引到那童仔上去 他的生活 已經在學校又在片場生活 所以他的生活 和一般的小孩都是有點不同 很興奮 但是跟他相處了 就覺得他人很有趣味 家裡已經是做漁劇的 是一個戲劇世家 他過往小時候是一個困難者 他是他爸爸推他過去的 也因為他本身是美籍 所以他在美國過去三華市讀書 你是何時離開香港的 1959年 當時我十八歲 他過去的時間 初初並不是教拳術的 因為當時他練琴的時間 不是很長 他只不過是跟我練了年半多一點 他不過也是比較勤力的 我記得他初過去是教跳舞的 是教叉叉的 現在有機會給他路兩手的時間 你知道很多外國人都想跟他學 那時候他就開始教詠春 詠春是中國功夫的其中一個門派 他跟其他功夫不同的地方 提精簡實際直接了當 後來在他研究發展 他自己的一套功夫體系的時候 也吐用了很多詠春拳的招式 李小龍就經常跟我說 可不可以只教我 不教他們 李小龍這件事 都比較來說算是自私一點的 但當時我就不肯答應他 我說大家兄弟 他們肯上來練應該是一件好事 我沒理由拒絕他們 那麼他見我不肯的時候 另外他自己想他的辦法 每一次要放學 他就先過其餘同學來我家 但是他就不進來 那時候我住在黃岳那裡 他看到同學來了 他就在我家下回去 那時候我住三樓的 下回去就跟同學說 梁哥不在家 我們走吧 結果他送同學上車 他自己一個人走回頭 所以每一次我都只教他一個 不過這個小朋友的時候 已經可以證明是相當聰明的 這個小朋友來的 我拿出一個屍體出來 他有一塊布 白布蓋住 我掀了一塊白布 掀到他這裡 他兩隻手這樣打 靠腳放在這裡 還有掀起腳那個位 他的腳趾還抽著 好像一整身抽筋那樣 他的肌肉都漲了 我懷疑他臨死的時候 是有抽過筋的 因為我所知 他小時候有陽簡症 所以一般所謂是發陽雕 他小時候有這種病 我遇到他 味道 並不少 來了 我們這麼討論 市場 我們去找一櫻